外面的大街上充满了丧尸 可这个老头还有闲心拿的袋子在这疯狂购物 紧接着就有另外一批幸存者冲了进来 见他们没有武器 抢了他们的物资 直接将他们两个赶了出去 金发女三人装满物资之后 就准备前往下一个安全区 可还没有走多远 却被一对武装到牙齿的幸存者盯上 他们驾着越野车直接冲了上 吓得黑人和黄种女人撒鸭子就跑 在末日的世界 人才是最可怕的动物 只有通过互相厮杀才能得到物资活下去 两人被逼进一处房子 因为对方人数众多不能应停 只能选择躲起来 可他们刚刚藏好 对方就跟了进来 黑人本打算从一个人的背后展开偷袭 没想到对方竟然在这个时候转身 吓得他赶紧跑开才没有被发现 接着两人躲进了书房 本打算逃出去 可门口又有一个人走了进来 他们只能躲在门后连大气也不敢喘不下 等那人调转方向 他们找准机会跑出去 可还没走多远 这帮人就听见声音跟了出来 另一边 一个大汉发现了一个餐车 怀疑有人藏在里面果断上去查看 他猜得没错 此时金发女带着女儿就躲在里面 眼看着大汉就在眼前 只能上去斗个鱼死网络 可就在这时 大汉被外面的枪声吸引 接着就跑了出去 等金发女带着女儿走出来 正好看见黄种女人在外面等着他们 可唯独没有看见黑人 原来黑人受了伤 刚当的枪声就打给她的 眼看黑人伤得不轻 黄种女人二话不说就上前去帮助 可金发女却异常冷漠 说黑人会拖累他们逃跑的速度 丝毫没有估计昔日的患难之情 听得黑人直接骂娘 可黄种女人不打算丢下她 想搀扶起她一起走 可黑人现在走路都成了困难 此时的金发女再也不想等了 叫上女儿直接离开了这里 眼看着金发女越走越远 黄种女人顿时就慌了 心里想着你这个败家娘们还真走 可就在这时 那帮人又追了上来 为了防止小黑被抓到枪杀 女人直接将她推了下去 而自己则跑上去当了幼儿 可领头的红衣男此时却动起了歪主意 准备拿女人当人质 去换取金发女人身上的物资 接着就将女人绑上了车 这样一来黄种女人也捡回来了一条命 而且黑人也没有死 她独自一人走在冰天雪地里 可她身上有伤走起路来异常的困 更糟糕的是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由于距离太远 不知道是丧尸还是人 吓得黑人直接骂娘 接着转身就开始逃跑 可刚走到一处悬崖 然后 这一下摔得不轻 缓了好一会才清醒过来 可以转头 还好黑人胆子大 要不然当场被吓死 眼看着这里遍地是丧尸的尸体 没准一会又炸死了 黑人不敢再停留赶紧离开 可此时手上传来钻心的疼痛 搓了好半天也没热乎 接着她就看见身边一只丧尸的手上戴着一副手套 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冒险抢过来 先是踹了一脚确定她不会抱起伤人 才放心地俯下身子伸出手去拿 等黑人走后 丧尸似乎也感觉到寒冷 手指不停地比划 另一边 金发女带着女儿找到了一个避难所 本想进去取暖 可外面却出现一只丧尸 接着就向他们冲来